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个月可能时间是有点长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跑到市区外的王子岛上去玩一下 王子岛是一个群岛 总共分为9个岛 他们曾经是拜占庭王朝流放王子的地方 但今天也是伊斯坦布尔高收入人群的别墅区 从伊斯坦布尔的艾米洞的码头前往王子群岛中最大的 比于卡大岛全程大概20公里 需要坐两个小时的船 和上次坐的那个船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箱底 这层的船感觉要小一些 这个我看网上评论说从这边市中心到博斯岛的话 坐这个船的话最好心 靠右边坐因为可以欣赏到很多风景 所以靠右边坐的话是比较好 但是由于它的航线远离市区并且速度更快 所以海峰会更猛一些 坐在外面我这次居然没带后衣和椅子追 登上比一卡大岛可以发现这里为了环保而没有一辆机动车 想要去岛上玩可以坐马车 也可以像我一样追一辆自行车 想要去上坡实在是 我实在是骑不动了 推着它上 推着它走 整个岛屿的地是高不平 所以骑车的话是否有点累 但是骑车环导是来到这里必须要体验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顺着这条路就是这边 东海然后一路往上走 高步塔 然后从西海 这边绕上来 然后就是完成这个岛一圈的这个 这个骑行吧 我们看到岛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我们看一下 在环岛的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当地的年轻人 他们都在伊斯坦布尔读书 有时候周末了没事干就会跑到这个岛上来骑一圈 他们还让我跟着走 说是带我去一个风光最漂亮的地方 就这儿了 把车甩路边然后突一爬上那个小山坡 好嘞啊你脚的意思 你爽了你又吵了 你又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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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我们接大海 哎 此刻我怎么还突然有点羡慕他们呢 这风景坚持